跳空開低 台股26日一舉冠破萬四大關 開盤下跌124點 以13993點開出 盤中跌點持續擴大 抽股300點 創下21個月新低 儘管升息幅度按照劇本走 但上週每股 依舊是血流成河一度衰入熊市 連帶今天台股同樣賣壓承重 一跌再跌 護國神山台積電 今年以來股價就向土石流持續破底 26日開盤下跌12元 以443元開出 連帶電子族群被拖下水 類股指數下挫超過1.8% 就連上週受到邊境解封 逆勢上漲的旅遊概念股 也一片綠油油 長榮航 華航跌幅通通超過3% 應該在這兩天之內 就有機會見到短期的底部 至於說是不是能夠 築成一個中長期的底部 那還是要看美國股市 以及美元走勢的動態 短期來看 台股是面對重大的挑戰 在這個地方 籌碼面必須要重新的再整理一次 鷹派升息 經濟衰退 再加上新台幣重變 都讓外資打退糖股 上週收盤位置 已經讓本次宣布 進場的國安基金防線失手 面對今晚會30日股 歧視會議在即 國安基金是否再次出招 也成為投資人 關注焦點 這一次國安基金 他們是因為一直是在場內 他們並沒有離開 所以它隨時是可以進場復環的 有沒有可能會支出限空令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還是蠻大的 台股貧若熱錢持續外流 新台幣早盤也重貶超過兩腳 觸及31.899元 創下五年九個月新低 股會雙殺之下 分析師也表示 股市仍在探底階段 投資人要進場前最好 停刊廳 環宇新聞蔡宇知張阿柱 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環宇新聞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隨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